母亲的情绪十分激动 她对儿子的女友毫不客气 既不接受女孩的道歉 也不愿意给女孩丝毫希望 现场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小王的这份感情又将何去何从呢 听了这个电话 你们有什么感觉 这俩孩子都挺弱 从这个事上呢 小伙子 我倒觉得确实挺难 如果你们两个走在一起呢 确实要经历一些坎坷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份坎坷呢 不仅是你们两个 还有在你们和父母相处的这个问题上 虽然在这个时代里 婚姻恋爱都是自由 不再是以前的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但是我们总得要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要考虑到 结婚不仅是两个人的事 是两个家庭的事 所以这些事啊 还是想长远一点 慎重一点 其实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现场 对他们任何一个人下一个结论 真的都为时过早 而且也不能轻易下这个结论 是因为我们这么简单的沟通 对他们的了解都是片面的 就如同您 对您的这个儿子的女友的了解来说 其实是相似的 如果说我们在今天 你认为跟你生活了半年 或者说你跟你认为生活了一年了解是够深的 但是您想想 您今天坐在这儿 您的儿子是您一手带大的 培养了他二十多年 在他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都完全不能接受 就仿佛他说的东西 你都不能理解 你都不了解一样 而且你说怎么就会变了呀 很多你自己都得不到答案 这说明什么 那么当下你们家要解决的问题 真的 由于你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固定了 所以在今天 我们对这个问题 是不能下一个简单的结论的 需要他们回去 要进行一个认真的思考 把我们各位老师说的话 你们再反复的再想一下 究竟老师说这些话 是针对你还是针对他 还是都不是针对你们 每一个人是针对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件这件事情解决不解决 对于我们未来的家庭生活来说 真的这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可以说是幸福不幸福的一个 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的点 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认真的 去考虑这个问题 不要轻易下结论 对每一个人都不要轻易下结论